還有彈性的油條嗎? Cookie 欸? 這小熊 超好吃 哈囉大家好 這是曼瑤的全新企劃 全球交換禮物 這個企劃我們會和全球各地的人 交換各種不同禮物 那第一集呢 我們要和復旦大學的UP主 短週期內多吃些 交換在學校最常買的零食 那我們也在交大買了一些 我們之前很常買的零食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買手吧 我們現在在交大 我們兩個住了三年的女兒宿舍樓下 它背後就是我們的學餐 裡面有全家 也就是我們最常買零食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去採買 走吧 沒想到三百塊可以買那多 這都是學麵 這個我們那時候去大陸的時候沒有 應該是沒有啦 我是牛奶派和巧克力派 對 但我們沒有買草莓派 但是呢我覺得怎麼會買這個 所以我們兩個 怎麼會買巧克力 我們兩個沒辦法真實 所以就只要兩個都賣 好吃餅乾 橘色 比紅色好吃 我們都這樣同意 自然螺鹽 蘇打餅乾 這個是我們真實超級回憶 因為我們超常買那個大包 超大包那個 Costco賣的那個玉米洋湯餅乾 它可能不是台灣的 對 但我不管 對 因為我們主題是宿舍最常買的 葡萄巧克力 必買吧 必買吧 乖乖 雖然我想要買椰香 但是 我妥協了 因為我想要很香 我來煎 泰爆餅 我是沒吃過 因為我覺得那個冬神餅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差不多 我喜歡泰爆餅 它是我高中的回憶 讓我會先 好吃 它甜甜的 謝謝 經典 那時候我在隔離的時候 我就特別帶來三包那個去隔離 超好吃 希望你們喜歡 那我們現在要去寄包裹了 如果好奇他們對這些零食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去他們的頻道看 那網址我們就放在資訊欄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他們寄給我們的零食吧 這次的美食評審就是我們兩位不專業評審 那在開始吃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宣讀一下我們的個人喜好口味 畢竟這次人家超主觀 我個人是天愛鹹的口味的零食 我對於甜食一律就是沒什麼興趣這樣 而且尤其就是我不喜歡巧克力 然後不喜歡 乾到好像噎死你的食物 就像那種海綿蛋糕還是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那種 只要你覺得很乾很甜的 我通常都不是我的菜 我喜歡那種又鹹又辣又香的東西 又濕又湯湯水水 對它如果是甜的話湯湯水水OK 就可能豆花手搖杯就完全OK我熱愛 我基本上接受度很高我什麼都吃 但是我喜歡吃甜食 但是是那種糕點類的 然後所以餅乾的部分我覺得 鹹的甜的我應該都還不錯啦 喔當然我不喜歡吃糖波 我喜歡吃糖波 反正你就把我的嘴巴交給你 但是因為我可以吃鹹的 而且鹹的有時候很好吃 所以不一定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辣條嗎 味龍是那個 我想他們同一個牌子 我們之前在大學也超愛的 但我喜歡的酸辣口味的 喔我好像沒差 現在7-7也可以買的到耶 我不要看我這麼小包的耶 蛤 欸好像是耶 這太小包了吧 好Q喔 這很方便耶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 魔衣場就是你那時候只想吃一點點 可是他一包就很大包 好久沒吃了 這太可愛了吧 這很適合放在這個辦公室的抽屜裡 然後就是你知道沒事就偷吃 那我們來吃吧 好 耶好久沒吃 喔好香喔 天啊 反正橘色跟紅色我覺得差不多 沒有 那紅色辣比較比較辣 就是一口乾 好好吃喔 來個辣椒芯生 我們之前在宿舍的時候就會 有一次狂丁 有一次狂丁 這個 對這個 但我們還是喜歡Voisa 嗯 辣椒很像 怎麼講 還有彈性的 油條嗎 你這樣講嗎 麵筋好 它就是麵筋啦 但是我覺得 辣椒是第一口你會覺得好吃 可是吃完一整條之後 就會有種油感 它最後是甜的 你有覺得嗎 它是甜的 它管它 它幾乎不辣 嗯 但我覺得吃完一條 感覺好像 很油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 因為魔衣桶是 會很帥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是耶 這個是你應該吃了一兩條 你就差不多想要暫時停一下 也還行啦 沒那麼油 我覺得沒有那麼油 Pokey 有奶味 欸 台灣有嗎 有吧 只是長得不一樣而已 好 就是這種包裝 就一定要從這個 開絲口這樣 這樣開 對 就是覺得絲維很厲害 對 這樣就很爽 好牛仔口味的Pokey喔 我也想不出這個形容詞 它就是牛仔口味的Pokey 那我最喜歡Pokey 是極細巧克力口味 我不喜歡Pokey 你不喜歡皂眉口味 我不喜歡 喔對 我喜歡化學草莓口味 他喜歡任何草莓口味的零食 不管是什麼東西 而且是化學的那種 對 好Pokey就是 Pokey 欸這個我沒有吃過耶 哇這沒看到 黃油餅乾 它感覺像那個 7-7有賣那種小熊餅乾 熊熊那種 不是7-7會有一個櫃子 會再放一條一條一條 這熊熊 這熊熊 什麼熊熊 他們有顆熊熊 然後紅色的巧克力 對嗎 對 這熊熊 這不是 沒有人會叫他熊熊餅 對會叫他熊熊餅 我說沒有人會叫他熊熊餅 小熊餅乾啊 沒有人會叫他熊熊餅 會香 不然你要叫他熊熊 就一條長長的那個 就一條長長的那個 不看你的熊熊 是熊 是同一個牌子嗎 不是啊 看起來蠻不像的 好 可是它寫日本知名餅乾品牌 喔真的喔 嗯 波露夢 對 為什麼愛 因為我實在對於 這種甜的奶油餅乾 我真的不感興趣 我熱愛 很濃味 其實說實話 它比我想像中好吃耶 還不錯啊 我有沒有想像中 它會很扎實 就是 椰死那種 它就是正常 但偏好吃一點的 這種 很明顯看得出來 超商賣的這種餅乾的口味 但是我覺得它比 一般你在超商 然後看到這個圖 買到的餅乾 還要再實一點 就往好吃的方向走一點這樣 嗯 蠻好吃的 我就要吃點鹹的 天啊 但是 我拌著它好了 好 亞土豆 這個是卡迪娜吧 說真的它看起來比卡迪娜好吃耶 是嗎 它比較紅 它比較紅 它比較粗 嗯 然後比較鬆的感覺 比較不會硬 嗯 這卡迪娜好好吃喔 感覺酸度差不多耶 它好像是有細 比較緊實路線 它餅乾再沒有那麼脆一點 它咬下去比較 彤酸 嗯 而且它的蕃茄味好像比較重 嗯 再來一個 好吃喔 多多 這個我們好像也在大陸買過了 我忘了 它應該就是那個吧 巧克力 巧克力 你看 巧克力 看起來很好吃耶 有嗎 你看我開玩笑嗎 這樣 它只有1、2、3、4 你如果往這邊遮住 你看就一般的餅 就是你背面 你背面 哦 很多了 它 它機器做的沒那麼專業 還要擺得那麼美 哦 你那顆比較好 對我那顆比較多 好像台灣也買到的東西 我在台灣絕對有買過一個餅乾 跟這一模一樣 然後 天天的餅乾 這樣沒吃完 有那麼討厭嗎 沒有 不敢巧克力 這就很 真的很像那個剛剛你說那個 常常一條小層餅乾的巧克力餅乾了 我確定台灣有 這台灣買得到吧 是吧 欸這是我的錯覺 肉絲餅集團啊 好像有肉絲餅吧 是吧 這什麼東西來看 超難吃的 有點騙的 這看起來超像台灣會買得到的東西 嗯 就是跟台灣的一樣 嗯 蠻好吃的 不然我只要是寫的就說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我喜歡 最後一個 沒了 矿仔QQ糖 欸這個我 這個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耶 應該沒有 我沒看過 然後 他一定不會喜歡 我講這大交錯耶 你是不是不喜歡 沒有就是 他就是個軟糖 但我本來也不喜歡軟糖 放軟糖的水果口味 都是走一個化學路線 橘橘類的 他比較沒有那麼化學感 他口感很像小熊軟糖 雖然他的味道也沒有那麼加啦 對他不算夾欸 嗯 真的有 真的有喝流程汁的感覺 但我不想要再吃他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 北大 然後要去 他們超想買東西的時候 有買了一些 我覺得驚艷到爆掉的零食 台灣完全沒有這個口味 這個口感的零食 他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他都是炸雞餅乾 我超想再吃他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到 然後還有一個 豌豆餅乾 反正就是有幾個 我到時候找個照片 因為我那時候去超商 我就想買一些台灣沒有看過的東西 然後結果我買的那些 東西都有幾個 真的超好吃的 這我在大陸的回憶是 瑞幸咖啡裡面有一個 開心果口味的軟餅乾 綠色的超好吃 台灣怎麼看沒有開心果的軟餅乾 我嗎 我有給你吃過一口 但是你本來不喜歡軟餅乾的 所以 並沒有什麼反應 我真的是開心歡喜的 欸你要不要吃就超好吃的 然後他就 嗯 還不錯 對 這個超好吃的 不然我還是買好了 我在大陸我記得我那時候 每次都跑買一個超大包的蝦餅 它是這種包裝的 然後它超大包 而且它一打開 這個蝦餅在這裡 就九分滿 那個真的超好吃 有時候你在餐廳會有那個蝦餅嗎 但是那一包蝦餅 它真的是有一點蝦味 對啊有 它再蒸一點 它再沒有這麼蓬鬆一點 再脆一點的感覺 真的蠻好吃的 反正大陸還有很多 那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很常吃零食 但真的很好吃的零食 到時候 來找一下 而且我們現在是跟北大交換的禮物 然後聽他們把我擠我們直接那些回來 好 好 現在要來抽出 我們下一次要交換的主題 然後在裡面寫了一些 我們自己想的要像的主題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什麼主題 可以留言跟我們講 你抽 什麼 適合拿來 喔這是我寫的 適合拿來ASMR的台灣食物 我很愛看直播 然後我每次都很好奇那些 吃播主 他們吃那個到底好不好吃 期待我們找到跟我們交換禮物的人 掰掰 買的還蠻 因為台灣很像 對就是沒有什麼出乎意料的東西 因為可能他們不知道台灣到底有什麼 但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買的東西他們有沒有就是 對又可能有沒買到很像 不會 自己帶給我